《流動畫廊心靈疫站》 大家好 我叫Kent 歡迎一早大家就網上看這個直播 其實這個活動叫做《流動畫廊心靈疫站》 其實本來這個活動在香港大會堂 我們12月1日就開始一年幾天的一個活動 就以一個藝術、一個地藏經做一個基礎 很多一些畫展 配合我們一些法師、一些居士做一些講座 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移施了做一個網上的直播 不過都是一個不同的因緣 所以有時候都說無常 所以我們都立刻有一些 我們去應對 我們人就是很厲害的 遇到有什麼事 立刻可以做到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轉了做一個網上直播 所以都來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這裡是一個元朗靜匯的一個道場 這裡周圍 如果大家有來這裡看過 都是一個很藝術的地方 因為本來這裡就是一個藝術的畫廊 有很多藝術品 有些畫 有些佛像 放得很漂亮 是令到別人 心亢神異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時間 都可以來這個 正會 元朗正會 參觀一下 而且呢 講到畫廊 一定有畫的 那這些畫 當然就不是現在播給大家看 就會在網上 Facebook的專頁 在正會的專頁那裡 會不停上載一些畫給大家去看 去帶給大家欣賞 那大家呢 就記得留意 正會Facebook的專頁網站 那至於我呢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自己呢 其實是一位素食的廚師 那如果大家呢 其實想了解我更多呢 可以上Facebook的專頁 或者YouTube呢 search這個素食教主 那教主呢 就不是真的教主的教主 是教人煮食的教主 那大家呢 就可以上網站 可以了解我更多 那因為 一般如果有聽到我講話的人 都知道我是誰的了 那主要呢 我簡單點說我自己呢 我是一個素食的廚師 還有我自己吃了素 八年 我也是一位佛教徒 那所以呢 我就今天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素食 究竟跟身心靈有甚麼關係 那今天的主題呢 都是圍繞著素食 我們分開了三刻 對身啦 即是我們身體啦 對我們的內心啦 甚至我們的靈性 是有甚麼關係 那我們先講了個身先 那那個身呢 其實都是講我們的身體 因為我們要生存嘛 那就是講營養啦 那營養這一部分呢 今天的篇幅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我可以長一點點說 在身體的層面上 我們究竟要去怎樣 滿足我們可以生存先 這個是人的最基本啦 那這一幅圖呢 就是講我們素食的呢 最容易缺乏的是 一些甚麼的營養素呢 那一般 即是不要說吃純素啦 或者是 因為素食都有分很多種的嘛 有些是吃純素的啦 有些是吃蛋奶素啦 甚至乎有些是蛋性素食者啦 即是蛋性素食者 即是平時都會吃肉 又會吃素這樣 那如果說吃純素的呢 甚至乎長期吃素的呢 因為我們吃素的人 都要有一個使命感在那裡 就是要去 就算不要說推動素食 起碼我們要吃得好先 起碼吃到 人是健康啦 大家看下去 你的皮膚是好啦 精神啦 起碼人家感覺你 喂 你如果吃素食到 又皮黃骨瘦又不精神 又好像經常病那樣 那就變了 都不用說你推動素食 變了人家覺得 對素食反感 那所以我們呢 吃素的人呢 一定要有一個 有一個內在的使命感在那裡 我們要知道怎樣吃 才是吃得均衡的 那我們最容易缺乏 就是這三樣比較容易啦 就是蛋白質啦 鐵質其實是鈣質啦 還有維他命B12 就要比較留意啦 那我們先講蛋白質先 那蛋白質呢 其實簡單來講 它就是氨基酸來的 蛋白質下了我們 人身在裡面消化就是氨基酸 那氨基酸其實就有九種氨基酸的 就是我們人體要吸收的氨基酸 那肉類呢 就是有比較完整的氨基酸 有九種 那但是肉類雖然有一個完整的營養在那裡 例如是說有些什麼呢 現在有些生長激素啦 有些防腐劑啦 就是如果是一些加工的食品 那有一些抗生素啦 有很多化學的成分在那裡 甚至乎我們等一下都會提到的啦 因為我們淘宰肉類 有一些不好的能量會在那裡 那所以呢 雖然我們有好像肉類 比較完整一點的營養在那裡 就是有蛋白質的一樣 那我們呢 因為好像豆一樣 它就有四種啦 那在說菜就有三種啦 譬如這麼說 那我們只要把這幾樣東西 混合來吃呢 其實就會有比較完整的氨基酸 那所以我們每一餐裡面 或者我們每一天裡面 我們能夠吃不同類型的蔬菜水果 穀物 豆類 我們就可以有比較完整的蛋白質 那例如 我比較推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上面這個 The Game Strangers 這個 紀錄片的 那其實它是在Netflix那裡出的 那它就是在說 一些比較世界頂尖的運動員 他就是 有些是吃純素的 有些是健身很健碩 拿冠軍 也是吃純素的 那有些簡直是 有個簡直是 拿了健力士紀錄大傳 全是舉到很重啊 可以推動車啊 那些大隻佬呢 都是 它是由 本身它是 因為好像吃 練大隻 基本上大家一想就是 吃什麼 吃雞肉 雞胸肉啊 吃蛋啊 但是 你發覺那個 拿了世界第一的那個大隻佬呢 他說他之前是一直都是這樣吃的 但是反而他轉了吃純素之後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不行啊 你應該會變成那些肌肉會流失啊 沒有力啊 一般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法 但是反而 在他身上呢 他吃了純素之後呢 他發覺 他的力 反而比以前更大了 他的肌肉的密度更高了 那裏面也還有一個 比較出名一點的 叫做阿諾舒華森力加 那他以前呢 都是一個健美先生 美國健美先生很厲害 那他之前呢 就說自己 膽固醇非常之高啊 在血液裡面 因為他就是吃很多 這些雞肉啊 雞蛋啊 吃很多很多 一天吃 說著吃二十多隻雞蛋 就是他要 製造那些肌肉的時候 但是他現在都轉了吃純素 那反而他說 他轉了吃純素之後呢 那個膽固醇 血液裡面的膽固醇 是他前所未有那麼低 而且他可以保持到 他自己的體態是好的 所以他 其實 人就很簡單的 你有 有好處的就會繼續做 你沒有好處就不會繼續做 就是好像大家 學法也好 吃素也好 你一定是 會感覺到有好處 你才會繼續做 你不會說 你覺得越吃越差 或者你越學乏 越煩惱 越煩惱 你全人都會走了 都不會繼續做 所以 我也比較推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The Game Changers 這個 紀錄片 是的 那裡面 說回來 在食物方面 那我比較推介 大家可以吃一下 一些豆類 因為 如果大家有看過 教煲湯呢 我都會比較下 多不同的豆類 例如我會比較多的東西 櫻嘴豆 紅腰豆 味豆 那我們煲湯的時候 下這些 或者 我們平時吃早餐 我們可以下一些果仁 種子 泥物 那些下去 好像我自己今早這樣 雖然現在很早 我今早 六點幾七點就起床 那其實 譬如一般人上班很趕時間的 我早上就會打一杯果菜露飲 好像我今早 那杯裡面有些什麼呢 那起碼有一條 有一條香蕉 那我加了一些 合桃 即是一些果仁 那裡面還有加了 螺旋棗粉 那有些蔬菜 有些大薯菠蘿 那打完一杯 去喝 那雖然 現在是好像很冷的天氣 其實 但待會我都會再講到 因為都會講到 關於喝果菜露 有人就會覺得 嘩現在天氣很冷 早上喝一杯這麼冷的東西 會不會很不舒服啊 那我待會再詳細講一講 那其實 這些都是可以飽吐 而且營養是足夠的 只是你中間 你知道你的配搭是什麼 那另外除了喝果菜露之外 我比較推介可以大家吃一下 下面有兩種 就是 看到最左下角那個 就是叫天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就是發酵的黃豆餅 或者其實呢 現在已經進步到 不只是用黃豆的了 就會用很多不同的豆 譬如用鷹嘴豆 用微豆 用很多不同的豆類混合 去做一個天貝 其實天貝呢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些煮熟了的豆類 再加一些發酵的菌種 然後將它發酵 將它 豆裡面的蛋白質再次 組合多一次 不同了 就是分解了 令到呢 我們人在吃的時候 比較容易吸收 因為雖然說到蛋白質 好像這裡這樣說 黃豆 大豆 100克裡面有36克是蛋白質 菜 好像菠菜那樣 100克裡面有2.1g的蛋白質 但其實我們身體 是不是真的吸收到100%呢 又是另一回事來的 那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鼓勵大家 吃多一點 好像剛才我說的 天貝 納豆這些呢 因為這些是會經過發酵過 我們身體是會更容易吸收 以及它多了其他的微量元素 在裡面 那所以呢 納豆可能大家一般呢 我相信很多 亞洲人 除了日本人之外 就會比較難接受 因為覺得 很難吃啊 納豆 黏黏的 那其實呢 只要呢 因為其實我以前呢 都很討厭吃納豆的 或者我有一位朋友呢 以前都很討厭吃納豆的 但是呢 你只要呢 有些好一點的調味 好一點的配搭 拌下去呢 遮過了某些不好的味 其實都可以一樣好吃的 那例如我會放些什麼呢 我會放一些 紫菜下去 一些紫菜 所以拌到納豆裡 那我拌一些 花生醬 拌一些芝麻醬 立刻 遮光了那種味 變了好吃很多 那我拌完 拌完之後呢 試過呢 夾到什麼呢 夾到一些麵包裡 或者放到一些餅乾上面 甚至乎就這樣吃 甚至乎拌麵 其實這樣已經 已經可以是一個 很健康的一頓 那而且也可以 遮蓋了一些不好的味 那天背也是 你煎了去 給一些椒鹽 其實已經遮蓋了那個不好的味 或者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我 有素食教主的影片 裡面有教怎樣煮天背 我用了三杯的口味 加一些九層塔 那些比較重的香料 遮蓋了那些味 其實就變得好吃 對 那除了 我們除了 吃 一些豆 或者吃其他蔬菜 其實現在呢 都多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植物奶 那變了 我又不是說建議 哪一種最好 我們只喝一種 我建議呢 每一種都最好 每日有不同的 那又不用說我一次過買完 好像這六款 我買完這六款 就開了它來喝 不用的 那我可以這個禮拜 喝豆漿 下個禮拜 喝二蜜奶 再下個禮拜 喝椰子奶 是可以 可以這樣 不用說我 穀了一定要喝一邊 那不同的 植物奶 有不同的好處 那杏仁奶 就比較 最低脂 蛋白質又高 是的 那豆漿 豆漿就不用說 又便宜 蛋白質也高 但是呢 就會衍生了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比較多人會說的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一說起 叫他吃素 或者他想吃素 然後他就會有這個問題 說 我有痛風 或者我怕痛風 那我吃多些豆 會不會不行 或者吃多了菜 好像講露筍 一些十字花科 好像西蘭花 椰菜花那些 會不會令到我痛風 那這樣 那其實我也問過一位 叫余家龍醫生 那他是一個 呃 雷風濕性關節炎的專家 那他說他有很多 病人呢 就是痛風啊 或者是一些關節炎的病人呢 其實呢 他有說到呢 痛風呢 就不是 只是因為我吃狗 或者吃一些高飄靈的東西 那麼簡單的 那麼有幾種原因的 那麼其中之一呢 遺傳也是一個原因的 就是好像我有一位朋友 跟我同年幾 都是三十歲 鬆一點 那麼他已經有痛風了 那麼其實他 他有查回呢 其實是因為 他本身 他家人都有一些 有痛風 他哥哥有啦 他爸爸有啦 那麼他會相對容易有的 無論他飲食 當然你飲食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是 遺傳的因 基因呢 是佔了七至八成 機會會引發到痛風的 是的 那麼當然 還有其他原因啦 你肥也會啦 你飲食習慣也會啦 譬如 除了 我吃多了高飄靈的東西 就是說海鮮之外 譬如我又吃很多 肉 吃很多有糖的東西 吃很多高脂肪的東西 喝很多酒 其實這些 因為高脂肪高糖的東西 都會阻礙了尿酸的排泄的 是的 那麼如果這些 你 只是想我不吃那麼多海鮮 但是我又喝汽水 又吃很多炸薯條 其實都會引起到你的痛風的發作機會 那麼還有其他的疾病 都會有機會引發到的 例如你本身已經有糖尿病啦 你有高血壓啦 你有腎病啦 甚至乎你的新陳代謝 比較慢的人啦 那麼加上 你又缺乏運動 是的 那變成其實這裡 種種的原因呢 都可以令到你容易有痛風的 那所以呢 就有時候就不要賴了 我喝了那杯豆漿 或者是我吃了那塊豆腐 或者我今天吃了那兩條蘆筍 有時候就會令到你有痛風 那有很多時候 我相信 我不敢 因為我沒有做過一個很好的研究 我相信十個人 有十個有痛風呢 都不是因為你吃了那些 蔬菜 或者是那些豆類 令到你有痛風的 很多時候是因為 剛才我所講的 你會不會 你的生活作息啦 你會不會吃太高糖啦 脂肪啦 你又喝了酒 即使你是我沒有吃肉也好 那你有沒有這些的習慣呢 去導致你有痛風呢 那另外 也都有一些研究顯示啦 其實植物性的 因為有分兩種的 飄零是有分動物性 和植物性的 那動物性就是在一些 海鮮的內臟啊 一些肉類啊 又有飄零啦 那植物又有飄零啦 那兩種的營養物度是不同的 就是 譬如好像黃豆的飄零呢 是比肉類海鮮的飄零 是低一些的 那所以呢 一般的影響都不大 那但是啦 那余醫生也有講到 如果你真的 那時候是急性痛風發作緊啦 即已經是發作緊的時候 你就盡量避免去吃這些 比較高飄零的食物啦 那如果你不是發作緊的時候呢 所以其實你適量地吃呢 是不會大影響的 那下面都有一個 講2012年有一個研究呢 講有600幾個痛風患者之中呢 吃肉類的飄零呢 即是普林啦 台灣是講普林 那就比起植物呢 多四倍的 復發機會的風險 那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還沒開始吃素 但是你因為怕自己 因為吃多了豆類而有痛風呢 其實不如你試一下 真的轉了做 試一下吃素 會不會真的有這麼大影響呢 這個都很值得 大家一個去研究去再想想 最重要是你 不要經常聽別人說 自己去親身去體驗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你根本自己都沒試過 你自己就一聽別人說 不是喔 吃菇不行喔 吃筍不行喔 這樣你自己都 根本你不是因為吃這個東西而痛 而是聽說這樣 你還沒試你不知道 所以 不敢說說每一個人是一樣 但是你要自己去試過才知道 好啦那跟著就去到 再來吃些什麼呢 我們比較容易些有 吃素比較容易些缺乏的營養呢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鐵質啦 那所以鐵質呢都容易 如果缺乏鐵質呢 就會比較我們容易有貧血啦 那但是呢 其實鐵質呢 很有趣的 那肉類就有很高的鐵質啦 其實素食 蔬菜 一些豆類都有很高的鐵質 但是呢 因為植物性的鐵質呢 相對人體是難一點吸收的 所以我們要配合 比較高的維他命C 去一起去吃呢 就會幫助到我們鐵質的吸收 那好像左邊的圖這樣 我們看 比較高的鐵質的蔬菜是些什麼呢 通常就是 說說是菠菜啊 紅菜頭啊 那穀物類就是泥物啦 那其實 黑豆啊 黃豆啊 這些都比較高的 那其實這些平時 如果我們吃素的人都 常常吃 其實問題不大 但是呢 最重要是知道 要配合有維他命C的 去一起吃 那講到維他命C啦 這個都比較重要的 那 那 因為 如果大家有聽到盧醫生 盧麗外醫生所說的呢 都知道我們平時 每一 他都很鼓勵人家去 吃生的嘛 就是生機飲食 那因為我們傳統中國人 亞洲人的飲食方式呢 很多時候都是熱吃啦 熟吃啦 那我們吃水果又不是吃得很多啦 因為我們平時 叫做吃到一個蘋果一個橙 都覺得自己很厲害的了嘛 甚至乎 有時候 根本那一天都未必吃到有水果 那我們所有三餐之中 全部都是 煮熟了來吃的了 那裡面的維他命C 因為經過高溫底下 其實已經是流失大部分 那我們又會吃得多少呢 那所以剛才我有提到呢 那個果菜露的方法呢 都是一個很適合大家去參考一下的 那大家都有看到的圖 其實比較高的蔬菜水果 那水果來講就是巴洛 就是 紅森巴洛是比較最高的 那現在 因為紅森巴洛呢 台灣比較盛行些 香港呢 都有的 那現在 我見街市都在賣 我昨晚都吃完了 那另外還有 紅甜椒 紅黃甜椒這些都高的 那反而值得相確的就是呢 橙和蘋果呢 其實維他命C不是很高的 那連這張表都入不到的 那它其實呢 橙呢 以我記得呢 就好像只有三十幾mg 這個 蘋果呢就好像只有二十幾 相對比較低的 那但是我們 如果要有效預防流感 或者好像現在有肺炎 想比較維持身體的抵抗力高的呢 我們最少 起碼一天都要有一千mg 那你看一下 好像一個紅森巴洛 一個才得二十四 那我們起碼都在說吃四五個 但我們一天會不會吃到四五個呢 又難些 那而且就算真的被你吃到 果糖也會太高 糖分也會比較過高 那我們就應該怎麼吃呢 那所以呢 右下角這幅圖呢 其實就是我之前在這個 經濟日報的專欄 情報的專欄 就有講過呢 教大家打這個 剛才我所講的果菜佬 那我也分享一下果菜佬的食譜 那其實呢 如果對於我來講 是不需要有食譜的 但是這個純粹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有時候 好像我買了半斤菠菜回來 那我有時候下多了下少了 不要緊要的 好像第一個果菜佬 這個就是 我覺得比較容易做 又最好喝 又比較高營養的一個飲品 那它有什麼 你看到是有菠菜 菠蘿香蕉 有檸檬葉 有核桃 這樣 那如果早上喝呢 建議啊 如果你不是想說很飽肚的 那那五粒核桃可以不下的 因為 早上如果我們腸胃不是那麼好呢 我們油份可以不用那麼重的 因為核桃有含有油份 那如果你想飽肚呢 你就加上那五粒核桃 或者我可以把那五粒核桃 轉了做 一些叫做奇亞籽也可以 轉了做南瓜籽 或者其他的果仁種籽也可以 那其實呢 你只要有一杯 有一個比較高速一點的 你攪拌機呢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 攪拌起來 加一點點飲用的水 打了它就是了 那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 香蕉那裡 那你見到我寫著 兩條香蕉 那其實你會覺得 哇會不會很多啊 香蕉 我平時吃一條都覺得 一天吃一條都多 現在加兩條下去 那其實呢 一條香蕉呢 那個熱量呢 不太高 或者只有大約半碗飯的熱量 那你加兩條 其實 當然你的熱量是 這裡有一碗飯的熱量 有二百多卡路里 但是 那個營養背後的營養 是密度很高的 有很多其他 譬如維他命C 有其他的維他命B集 在裡面 那變成你打了下去呢 那你那一天 其實那個營養都很夠 那另外 香蕉 我們買回來 通常買了梳 都十條八條 那我建議大家都 吐到它 起點才好吃 因為起點 它才有最高 抗癌 抗氧化的成分會出來的 那但是 你會說 我買了八條蕉 十條蕉 它起點都是同一時間的 它不會說 我今天這兩條起點 後一天 第二些才會起的 一起起 那怎麼搞呢 那你可以 咬到它起點之後 剝掉皮 然後拿個保鮮盒 或者保鮮袋 進去 就放在冰櫃 你可以切開大約三段 就放在冰櫃 那到時你要用的時候 就在冰櫃拿出來 一起去打 那好像這個這樣 加菠菜 那我們連一些椒 那菠菜就記得 不是煞熟了的菠菜 而是生的菠菜 那而且菠菜呢 我們盡量就用上面的葉 菠菜就不要放那麼多 如果放得多的菠菜呢 就 喝下去就沒有那麼好喝的 比較結厚一些的 那好像下面這個 ABC這個果汁呢 就 之前都很流行的 就說 有排毒啊 瘦身的功效 但是呢 我建議的做法呢 就是把這個 甘筍呢 就是榨汁 因為如果呢 你把蘋果 紅菜頭和甘筍呢 放到blender那裡 blend了它 其實呢 它就會很稠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一些 纖維多 那你可以把紅菜頭 或者甘筍 其他一個 榨了汁之後 就把蘋果 加起來那些汁 一起blend了它 那雖然用的工具 會比較多了一點 但是這個 如果大家 那一陣子 皮膚多了暗瘡 不太好 可以試一下 這個飲品 那還有最底的一個呢 所謂的木瓜糖水 這個是我在 學 raw food 就是生肌素食的時候 學回來的 那這個我覺得挺好喝的 它是 主要是用木瓜 椰青肉 和椰青水 去blend了它 做一個基底 好像一個糖水的基底 那另外就加了一些奇亞籽 那奇亞籽 就先拿些水浸了它 那到它發脹了之後 就拌進去 剛才我說的 blend了那個木瓜露那裡 那它出來的樣子 就好像西米露 因為它有一些 一粒粒的 像西米一樣 那連起來 你剩下一點木瓜 切成粒 你喜歡就加些桃膠 喜歡就加些雪梨粒 整體出來 是非常之好喝的 糖水 而且很健康 那譬如如果你的椰青水不夠甜 你可以加一些比較健康的糖 例如椰子花糖 蜂樹糖 龍士蘭糖 這些下去調回甜味 那這幾個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剛才說完鐵 說完維他命C 那我們 我們鈣質都要比較注意些 尤其是開始上了年紀 因為鈣質是不停會流失的 而且如果我們平時 城市人吃得煎炸的東西多 甚至乎你不是素食者 是會夠不夠吃下肉 那比較 體質會酸性些 血會偏酸一點 那因為很有趣的 你血呢 如果你偏酸一點 就需要找一些鈣來去平衡 因為鈣是簡性的 那你無形中 鈣是簡性從哪裡來的 從骨子拿出來的 那你不停 你又去吸收一些鈣質 但是你又不停要 拿一些鈣質來中和你那些 血的pH值 而且你 喝譬如說 好像這幅圖那樣 因為這幅圖都是在網上找回來的 那他就會說 建議大家 喝牛奶也是 那其實牛奶 很諷刺的就是 最多喝牛奶的國家 的骨質疏鬆的人是最多的 譬如在澳洲 美國 是最多人有骨質疏鬆的 那相反 好像我們亞洲人 我們喝豆漿比較多 因為沒那麼多西方文化之前 不是每個早上起床喝牛奶 通常我們好像在台灣 在大陸都是起床喝豆漿比較多 那其實反而 那個骨質疏鬆又沒有那麼高 那當然骨質疏鬆 還有很多很多東西配合 譬如你平時都沒有做運動的 那好像這裡所說 我們維他命D都很重要的 因為鈣質也都要配合 維他命D去一起 才會吸收得比較好 那維他命D怎麼來的呢 就是平時我們去做運動 曬太陽的時候就會產生出來的 那我們不用曬很久 也不用說我們要正午12點才去曬的 我們可以早上七八九點的時候 或者是下午三四五點的時候 去曬15分鐘甚至20分鐘其實已經很夠 好像昨天這樣突然之間很冷 那我就上山曬一曬太陽 或者出去露台曬一曬太陽 其實個人已經亂了 而且又有維他命D的吸收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好的習慣 那另外這裡都比較長說的就是 維他命B12 那什麼叫維生素呢 就是維持生命的要素嘛 這些就是 所以那維他命B 一個叫維他命B群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B12 那為什麼會強調要說B12呢 因為B12通常就是 在一些動物性的食物 會比較容易取得的 因為動物性的食物裡面 就是有一些細菌 或者微生物去發酵 就會形成了這個B12 那B12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製造紅血球 主要就是 另外就是 保護這個神經系統 神經的細胞 那所以如果我們 缺乏維生素B12 會產生了有什麼問題呢 也都會有貧血的問題 那貧血就會出現了什麼呢 就會比較容易累 有時候容易頭暈眼花 甚至乎有些心血管的疾病 都跟它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有時候 那些東西就是一連串的 所以很多時候說 你嚴血覺得你 那些紅血球不夠 那有時候不是 一定跟你不夠鐵質的事 有時候維他命B12 不夠都會有關係 而且好像有時候 之前也有 有些醫生有說過 就說 有些老人家 甚至開始上了年紀 那些記憶力 開始變差 情緒不穩定 有時候都會跟這個B12有關 甚至乎 他不是吃素的 都會有關係 因為他就算不是吃素 他開始有些老人家 那些消化力沒有那麼好 會吃東西吃少了 那變相 他有時候會忽略了這個B12的吸收 所以他會令到他一個惡性循環 他腸胃消化越差 越吸收少了B12 那他那個認知力又會低了 開始好像個人蒙茶茶 又沒什麼食慾 甚至乎有時候 會容易有抑鬱 脾氣暴躁的情況發生 所以有時候 大家多留意自己 或者身邊的人 甚至乎是吃素也好 不是吃素的人也好 如果突然之間產生了 有這些問題 你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我缺乏了 吃這一類型的食物呢 那究竟吃什麼食物 可以補充回呢 那剛才都講到了 動物性的食物 就是比較容易有這個B12的 那如果你是吃蛋吃奶 其實就不用這麼擔心 那如果是吃純素的 蛋奶都不吃呢 那就要比較 要知道攝取什麼了 那其實我們要吃多少呢 其實我們成人 每天只需要2.4微克就夠了 那2.4微克的概念是多少呢 其實一片的紫菜 裡面已經有2微克的了 那其實不太多 所以我呢 自己呢 每天呢 都起碼吃一片2片紫菜 那當然你那片紫菜呢 盡量就選一些 不要那麼多 調味的啦 不要說炸紫菜啦 你知道泰國很流行啊 炸紫菜 又辣味 又芥末味 那變相如果你吃那些呢 就多了油脂和辣的吸收了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棗類 棗類其實是一個大類的 好像我剛才所說啦 我早上今早打的那杯東西都會加螺旋組 那螺旋組都是有B12 那另外 孤類都有 但是比較少的 很低的 0.0幾微克的 100克裡面 那比較多的呢 就是 好像右上角這個叫做營養酵母啦 或者叫做啤酒酵母啦 或者你想穩陣一點呢 就是 有一些 現在很多的植物奶啊 或者穀物的早餐呢 都會添加了 額外添加下去的維他命B12 那你可以喝那些植物奶啦 甚至乎 吃這個 有B12添加的 的食物下去 有些 我見現在有很多純素的芝士啊 都有加下去的 或者有些發酵的食物 例如泡菜啦 味噌啦 天杯啦 這些都有 那但是也有一派呢 就會 因為台灣那一派呢 就會說 剛才我講這些會有 但是呢 美國那一派呢 就會說呢 發酵的食物 或者 孤類那些的B12 未必是真正的B12 他會說是類似B12 就是現在還是研究階段 那所以如果大家 擔心我連吃這些 海藻類啊 吃這些都不行的 就最穩陣就是 吃一些 一些 食物 就是B12的食物 或者加了B12的 穀物早餐 植物奶 這些就比較穩陣 另外我們油脂的選擇 都很重要 那我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奧米加3啊 奧米加6啊 奧米加9啊 這些 那這些呢 其實我們 其實都是一些 叫做脂肪酸 那我們脂肪酸呢 其實要維持一個 對的比例呢 我們身體才不會發炎的 那我們平時 亞洲人的飲食當中呢 我們最高的比例就是 在奧米加6那裡 那大家都看到圖了 最多就是 粟米油 花生油 大豆油 麻油 這些都是奧米加6 那你想一下 就算我們平時在家裡 我們都是 譬如我們用一些很美的油 用苦茶油 橄欖油這些 那但是我們平時出街吃 他一定不會給這些油來的 一定是大豆油 一定是花生油這些的 那所以我們呢 通常的比例都高的 去到 有研究講呢 我們的比例是去到 1比20幾的 就是奧米加6 那變成 容易發炎了 你奧米加6 過多的時候 那所以呢 我們平時呢 其實就不用想 去攝取奧米加6 是怎樣去攝取 多些3和9 那3 就 看到圖 左邊 在哪裡呢 在核桃 紫蘇油 奇亞紫 其實一些果仁種子的油 就容易有奧米加3 甚至乎深綠色的蔬菜 那好像剛才那杯果菜露 有菠菜 又可以 甚至乎你可以加 有什麼菜呢 地瓜葉 即是番薯葉 油蜜菜 都可以打果菜露 那裡面有奧米加3 那另外奧米加9 那裡呢 就可以幫你抗發炎 那主要那兩種油呢 就是在苦茶油 還有在橄欖油那裡 那大家 其實家裡用的油呢 最好呢 都有些類型的油 每樣有一支 那不是叫大家 猛地去喝 猛地去吃的 那每天 有不同吃一點點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那這裡就是有一些油 的不同的冒煙點 那我們煮飯的 你就要最清楚哪些不同的冒煙點 你就要去用不同的油 譬如我今天知道自己要煎炸東西的 或者是涼拌的 就用不同的油 那如果我為例 我自己涼拌呢 就喜歡用麻油和橄欖油 或者是紫蘇油 如果大家上次有來試過 我做的韓國料理呢 我很喜歡用紫蘇油的 因為紫蘇油有很高的Omega-3 和有它的香味呢 那我通常用來涼拌做一些 譬如涼拌的雞腿菇 涼拌的脆肉瓜 那我都會加這些紫蘇油 那譬如你要炸東西呢 我比較推介 如果大家 有一點點預算的 可以買這個苦茶油 因為苦茶油 你都看到下面寫著茶油 其實真的是苦茶油 它的冒煙點是252度的 那都很高 因為我們一般煎炸呢 那個溫度都是 介乎在 180-190左右 我們炸東西 甚至乎再低一點 那我們盡量找那些油呢 都距離這個溫度 比較多些會好些 譬如如果我們 我們是用 假設 是用那些花生油 或者粟米油 你看到它是只有160度 沒有煙點 那當然你看到 左上角會寫著是 未精製的油脂 有一些 精製了一些的 那那個煙點 又會再提高一些 因為沒有那麼多雜質 在裡面 那但是你精製 像花生油 那樣 你再精製再高 你都是 最多會比你高 20度 30度 即是去到190度 那其實你經常 煮食 是去到那個臨界點 都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它會快 會變質 那你選一些距離 它軟一點點會好些 那當然你見到下面 牛油果油 都非常之好 但是牛油果油 都差不多是幾貴的一隻 但是如果大家吃得起 都可以用一下 那但是 煎炸的東西就少了 盡量少了 甚至乎你炒菜 現在都很流行說 你是水炒 那什麼叫水炒呢 就是 你都會下油 你都會炒 但是你一加了一些菜 你就 就會加一點水 降低它的溫度去炒菜 那變成那個煙點就會 降低了 沒那麼容易 去令到那些油變質 好了 那在新的那一部分呢 就講完了 那我們呢 就是在這個營養層面講完了 那我們再繼續講下去 那其實呢 飲食呢 除了我剛才說很多營養的關係 其實飲食也是其中一個修行的方法 就令到自己呢 身心都可以合一和自然去共融 那就講回 我再繼續講新的部分 但是就不是營養層面了 那我們呢 吃東西當然要健康 我們需要一些正能量的營養飲食 那營養 剛才都講了很多 那 除了我們 因為我們要吸收能量 那吸收能量 我們就是其中消化食物 就是吃食物呢 是獲取能量 那能量有一部分 我們來滋養自己的身體 維持身體的機能 但是另一方面呢 都可以滋養我們的心靈 那變成呢 因為食物的營養 好像剛才講了這麼多營養 其實是透過生存代謝 身體會吸收了 但是呢 這個是物質的層面 但是如果在能量的層面來講呢 它是無法排出的 就是剛才所講呢 你吃了一些 譬如肉類 它有一些負面的能量 其實你是排出不了的 只是會累積 或者是可以替換 那所以呢 我們平時呢 要多吃一些高能量的飲食 或者是食物呢 去換取身體裡面的低能量 那什麼叫做高能量的飲食呢 其實以我自己的分享呢 就是純正素 所謂純正素 就是不吃蛋奶 不吃蔥蒜 不喝酒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定義 那而且 在一些學佛的人來講 他們都很主張不吃五身的 那什麼叫五身呢 就是蔥蒜啦 韭菜啦 這些 那而且在以前一些 皇帝內經 一些經典裡都有講 那五身呢 就容易走氣啦 如果你多吃汁 就令人動心 那什麼叫動心呢 其實動心就是 說你的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吃五身吃得多呢 你會覺得胸腔有些 不太舒服的感覺 是的 那而且呢 你吃得多呢 是會令到自己 比較容易累 容易昏沉 是一種惰性的食物 那 這個是比較以前的說法 但是如果說一些 現代的科學說法 那五身呢 其實它裡面有一種物質呢 叫做蒜臭素的 那它這一種物質呢 它會分解成為二流化物 那二流化物就是一些 刺鼻的氣味 那大家應該 平時有煮飯試過切洋蔥啊 切些蒜頭 有時候很工備啊 很刺眼 流了眼淚啊 那其實這些就是 二流化物來的 那這個二流化物呢 其實就會很影響我們的臭角 那這個臭角呢 它也都直接呢 連接著我們人腦裡面的 有個神經系統 中書神經系統裡面 叫爬蟲腦 那爬蟲腦 就是看到上面 右上角這幅圖呢 中間好像有一條蟲 那一個就是爬蟲腦 那它有什麼用的呢 它就是掌管著我們的 求生的系統 以及掌管著我們 有焦慮恐懼的情緒 當我們遇到 遇到覺得 咦 有 有危險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去 走啊 站著不動啊 還是去反擊呢 那其實這個就是掌管著 這個求生的系統 那它就是會 越過了我們的思維腦 那思維腦就是 最外層那裡 因為我們會思考 會思考 越過了它 就是不會經過了它 直接呢 就進入了我們的 潛意識 就不會經過思考 直接 進入了潛意識 那其實 很簡單 我講一個 比喻就很清楚了 大家有沒有 平時 進去一些地方 譬如它點了 檀香 或者噴了一些很香的 香水 或者是 一些精油 你會覺得 特別放鬆的人 就是聞到一些 譬如 譚香 或者是一些 任何的香 都好 你會不自覺的放鬆 你不會經過思考 你不會說 我今天聞到檀香 所以我要放鬆 就是不會這樣的 你是自然就會放鬆 但是 反過來 你去了一個地方 譬如去了桃場 也好 你去了垃圾房 也好 或者是一個 比較 不在家裡 一陣味的地方 或者是公廁 那你自然 你入了公廁 也想急急地出來 因為很臭 那你就會覺得 咦 不自覺地會有了 一個小小的焦慮 不自覺就會有了 如果你入了逃房 你聞到一陣血腥味 你就不自覺會有 那些情緒走出來 那其實這個 他就是講 你直接 入了那個 爬蟲腦 那個階段 這個是你的潛意識 那所以說 為什麼 沖蒜 會令到你有個情緒 起呢 這個就是比較科學一點的解釋 那在這個 印度瑜伽修煉者的時候 他們都不主張吃這個 惰性的食物 那什麼叫惰性的食物呢 就是 魚啊 肉啊 蛋啊 菇啊 酒啊 或者一些不新鮮的食物 為什麼叫做惰性呢 那見到 魚啊 肉啊 大家都可能明白了 剛才說 因為他比較低一點的能量 被人逃宰的時候 是帶著一個不好的情緒 那為什麼沽慮也是呢 因為沽慮呢 他們 印度瑜伽修煉者 就很 連接天地 看到右邊的照片 就知道他很喜歡 打坐 那他們會連天接地啊 那他們 他們 很 很喜歡吸收太陽的能量 那因為 沽慮呢 他們在一些陰暗的環境去 去長大 成長 或者一些溫室 沒有經過太陽去培育 所以 他們認為 沒有太陽射照過的 食物呢 都是一些 墮性的食物 那他們會鼓勵吃多一些 粵性的食物 那會 吃多了 粵性的食物 就會令到他們 多一些正能量 會開心一點 平穩一點 個人的情緒都會好一點的 那主要都是一些 菊類食物 豆類 蔬菜 新鮮的水果 或者是一些 沒有用藥的牛奶 或者乳製品 那但是 在這個世上 還有沒有那麼多 這些沒有用藥的牛奶 和乳製品呢 這個也是 我提示著 為什麼要 給大家去反思一下 就是 因為我以前 說可能 十年前 資訊都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都被很多 一些廣告商 去 叫做蒙蔽了 畫面就是 澳洲的牛奶 我很記得以前那個畫面就是 有一隻乳牛 在草原那裡 放牧 那隻牛就好像很開心 那我就 有個小朋友走過去 拿一個鐵桶 放在他下面 就拿牛奶 我都很記得這個畫面的 但是 原來 十年之後 看回 真相 不是這樣的 原來 真相就是 那它其實 什麼時候會有奶呢 就是 就好像人 什麼時候有人奶呢 就是它生嬰兒後 或者是前後會有奶 但是為什麼 我們 地球的人 有那麼多億 個個都說要喝奶 那怎麼辦呢 就變成一隻牛 就是不是生的前後要有奶 就隨時都要有奶 那怎樣隨時都有奶呢 就是要打一些 荷爾蒙給它 就是 痴激素給它 令到它不停都會有奶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它不停 封住那些奶 那 就算好像我一樣 我被人不停按住 不停擠 那你都會發炎 對不對 那你發炎又要打抗生素 令到它不會發炎 那變成你那些奶 就有這些藥物在裡面 那變成也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產品 所以就是 說現在都不是一些 就是變成一個工業化去做所有事情的時候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如果反過來 以前我們養雞 我們去養牛 去拿它的蛋和奶去吃 其實我自己覺得沒有問題 只不過現在 是一個工業化的制度之下 令到一些不人道的東西 去產生了一些食物出來 我們要知道 那所以就去 不要吃這些產品 那也都有人說 我平時都不是很覺得 我不吃蔥蒜 不吃蛋奶 不覺得有這個問題 怎麼會 就是好像我所說 我自己說 我覺得自己平靜了 我不覺得心煩意亂 但是其實孔子也有說過 好像這句言語就是 久入知難之失 而不聞其香 久入鮑魚之史 而不聞其臭 其實意思就是 好像比喻做 上面左上角那幅圖那樣 你入了一個disco 很吵的 很多人播了音樂很吵 你初頭你進去 你會覺得 真的很吵 但是你進去 可能是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你會開始 習慣了 就是你會不覺不覺 那當你走出這個 很吵的地方之後 你又突然覺得 說原來這個 這個世界是這麼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這樣的經驗 或者你去 一些裝修 好像右邊這個地方 這樣 裝修的一個地方 通常都有很濃的 天拿水味 或者油漆味 一進去 你一定會覺得很刺鼻 但是你 進去 假設你要做事 或者你要看 在一些長一點的時間 你就開始會覺得 浸味沒有了 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也是我自己 親身的經驗 就會覺得沒有了 之後你 要到 你下次再進去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有的 所以一個比喻就是 譬如你長期都是吃著肉類 或者是五身 或者是一些惰性的食物 你長期浸淫了在那個環境之間 你自己身體不會有感覺的 以我自己為例 因為我吃素都差不多有八年的時間 頭那七年呢 我都一樣有吃蔥蒜 有吃蛋奶的 但是去到這一年間呢 我盡量都避免去吃蔥蒜蛋奶 那對於我自己來說呢 有些什麼不同了呢 那首先 蛋奶呢 我就覺得自己的皮膚會好 因為我的手 經常都會有濕疹的 為什麼會有呢 就是因為我在大約六七年前 就被焗爐燙傷過的手 手腕這個位 那它久不久在天氣乾燥的時候 它會翻發的 在這六年間 七年間都會翻發 那它一翻發呢 就是一堆這樣來的 左邊右邊一起 很癢的 經常都要買一些藥膏去查 我試過不理它 起碼都要兩三個星期 它才會自己慢慢好 如果你查些雷固醇 就很快就好 那這個問題都不停地 纏繞著你 會有出來 又會有好又會有方法 但是直到我少吃了蛋奶之後呢 的確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起碼到現在 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翻發過 這一年裡面 那另外 衝算來說呢 就是 我試過呢 因為本身我自己 我自己本人 都不是一些比較 情緒波動的人 我都比較相對平靜 但是都會有一些 情緒波動的時候 尤其是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在廚房做事 通常就是打仗 都比較是 就是趕點 急點 那我試過呢 跟一些師傅去 就是廚房的師傅去爭執的時候 你會看 我會突然之間 那一下呢 會覺得自己呢 好像第三身這樣 站了出來 這樣看到自己 會有個情緒去起 那變成你看到 你就自然會知道 你要按下去了 因為我們 就是要修行的人 就是 你知道自己起 你就要下 這個才是 就是要有個功夫 就是在這裡 那不是說我很高功夫 只不過我想分享說 就是五身 對於我來講 就是有這樣的改變 那如果大家 譬如 都想試一下 那就可以去試一下 那另外 西方也都有一句言語 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 你吃什麼就是變了什麼 那他們都很 主張呢 我們 去知道自己吃什麼 就是好像 左下幅圖那樣 你吃蔬菜 自然你就 身材很好 那當然 你就知道要怎麼吃 不是說一味就吃蔬菜 但是全部的東西都是油炸的 都是比較重油 重鹽的 那就不行了 還有我們平時 吃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在意 那些東西 是不是直接的能量呢 因為蔬菜水果 其實是由 太陽 大自然 直接給它能量 然後我們直接去吃 那就比較直接的能量 那動物呢 其實是一個間接的能量吸收 因為是 你想想動物是吃什麼 動物也是吃蔬菜水果 穀物而已 那我們再吃它 其實是一個間接的能量 那一套 The Game Changers 都有說這一點的 也是為什麼 衍生出今天有這個植物肉呢 因為植物肉呢 其實就是 因為 植物肉其實是一個環保出來的衍生物 就是說因為糧食的危機 因為 我們要生產一塊牛扒 就要用到很多公升的水 很多 很多 噸的糧食的資源 就是要 譬如你養一隻牛 你要給很多穀物 很多蔬菜去吃 你才可以 等它長大了 你就再去 湯了它 再吃它的肉 其實是很間接的 但是呢 變成了植物肉呢 是怎麼來呢 就是 它們直接把那些蔬菜水果 糾類 變成抽取了的蛋白質 就直接用來用了 變成呢 在那個環保層面上面 就會好很多 那應用在這裡呢 就是 比較直接一點的能量 而且動物 動物呢 本身呢 它也不是說 經常說到它這麼負面 它不是一個負能量來的 其實就是因為 它們被人虐待 宰殺的時候 它們都會充滿著什麼呢 通常都會有仇恨 悲傷 痛苦 就會帶在裡面 我們吃了在裡面 久而久之 就不覺不覺吃了很多這些負能量下去了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 植物性的飲食 就不只是說飲食的 整個生活的方式來的 那譬如我們 穿的鞋 是不是皮鞋 會不會穿羽絨 穿皮褲 甚至乎 好像以前的皮草 這些 那可能 大家沒有去想的 就不知道怎麼來 但是其實 如果大家有認真去研究一下 這些 這些 產品的來源都是一些 不太好 就是好像 一些很貴的手袋 鱷魚皮 但是它怎麼拿呢 鱷魚皮 當然是剝它的皮 那剝它的皮 有誰 誰會想被人生生剝了皮 那如果我們的衣食住行 都充足著這些負能量的話 那我們身心 都可不可以幸福起來呢 那另外也有一種 講法 也是 斷捨離 其實斷捨離 就是 近年很流行的 日本 流傳過來 就是一個撿屋的方法 那其實應用回 在一個 素食的層面上 其實 因為素食呢 都是某程度來說 是一個斷捨離的 我們斷去了一些 不好 低能量的飲食 負面的飲食 去用回一些 令到自己的生活比較減薄 因為我們對那個食物呢 本身的要求 或者是 需求 的慾望 降低了 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 在 我們經常煩惱 我們要去哪裡吃什麼好東西 我今天要吃鮑魚 要吃 要吃海參 要吃魚翅 要去哪裡 就是要想很多這些 這些東西 因為我都見很多 那些朋友 經常 就是出去 喝喝吃吃 就是講很多這些 我今天去了哪裡吃海鮮 去了哪裡 那其實 我們人生 不只能吃的 我們都有很多其他東西 我們會不會 放多些時間 在 自己 家人 朋友 甚至乎夫妻的關係 那我們將 我們這些 對物質的慾望 降低了 我們 放多些 在自己的生活方面 那就令自己的生活有加分 那我們會更懂得 享受當下 尤其是 當你不再追求很多 我不用 我要戴靚錶 我要 買豪宅 我要 不停要追求的時候 當你求不到的時候 你就會很苦 那所以 斷捨尼 或者是 素食 也都是會影響了 你的身心的想法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到下一部分 就是講那個 心 剛剛也說了 身心靈 其實三部分就是生存 生活 和生命 那 講到心 就是講生活 那我們生存 我們吃東西 就能夠生存 剛才說了很多營養 我們是怎樣生存 那 生活 又很有趣的 那好像有一句 食素不明理 魚童老牛 近草皮 就是等於 你如果 食素 你純粹 不知道為什麼要吃素的 等於你好像牛吃草 那牛吃草 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 沒有意識的 純粹我肚子 就是吃的 或者我純粹只是注意 自己夠不夠飽 夠不夠營養 甚至乎 會不會可以養生 那 其實呢 我們 單靠 因為我們單靠食物 其實這個 已經可以改變了很多 因為 在吃的當下 你要 內心會有轉變 你的身體會開始 會潔淨 是一個互為的因果 就好像 我都聽 顯衛法師說 他很喜歡 行為行先的 他經常都說 我這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 只口不只心 他很喜歡反駁 就是說 我寧願 先只口 後只心 如果你連 你連口 你都沒有做 就是你經常說自己很慈悲 說自己 很有同理心 但是你還在說你吃肉 那你怎樣 你先 所以 我很認同 就是先嘗嘴 你嘗嘴 你自然的心就會嘗 就是 就是 其實嘗這個字 就不是負面來的 就是 你的內心會有轉變 不是 正指說我情緒吃有轉變 你在 剛才所說 在醫食 住行當中 如果 如果我純粹是 我吃素 但是我生活 還是很 一團糟的 我起床 的時候 那個 就是自己那個 皮鋪還是很混亂的 然後 又不會 又不會 撿屋 然後自己的衣服 回來 亂劈 然後吃飯 吃到整桌都是 冷飯菜 撿 吃到 好 那 都很不整潔的 那 就是一套 我認識到很多朋友 其實吃素之後 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在這些 行為 在這些衣食住行當中 慢慢慢慢會有一個轉變 那 在以前 在孔子 都有說 顏迴有一次就問孔子 因為以前都很流行 你有沒有聽說 齋戒 目玉 這樣 都經常都說 因為他們在以前 祭治 或者是求學求道的時候 都會主張齋戒 那麼 顏迴就問 咦 心齋 什麼叫心齋 是不是 不吃肉 不喝酒 就可以了 就是OK了 那孔子 回答他 如果你只是這樣 只是祭治 齋 不是心齋 那心齋就是說 你要有內心的一種 潔淨和安寧 你有這樣的心態 你才可以學到一些很好的道理 就是其實說 剛剛我說的 身心靈合一 你先是身 我開始吃素了 那你的心也都明白了你 就是道理 我平時的言行舉止 我要做回莊嚴一點 我平時 所有的生活作息 我都會做回好一點 那你慢慢 這裡你都做得好了 我又有守戒了 就是 殺到淫妄走這些 我都盡量不做 或者不做了 那你開始 你人會定的嘛 你不會經常會想 我有沒有說謊 一個謊 一個謊 大家都 有些 相信很多人都有做過這些 那你開始 那個心會很亂的嘛 你經常會想這些 偏了去想這些 那你的心沒有做這些 你慢慢就會定下來 你定下來 你就會有智慧 會生出來 那你就會很容易 學到一些大的道理 那講了這麼多道理呢 也都跟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近期 即近這一兩年 比較流行講的 叫做 覺醒飲食 或者叫做 Mindful Eating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 都市人 生活太繁忙了 我們很多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是 吃了些什麼 即是吃得很快 或者甚至乎 我在吃飯 我還在玩手機 有時候我見很多朋友 都還在打機 或者看YouTube的影片 那我們有沒有真正去享受的食物呢 甚至乎 有些心理學家 有研究過 為什麼這些肥人 這麼容易肥呢 就是用了這個 叫做盲目的飲食 因為他們不是肚餓而吃的 他們好像一個盲目的模式 想吃就吃 那這個覺醒飲食呢 其實就是 喚醒了我們身體 對食物的感覺 和反應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吃些什麼 和為什麼要吃呢 那他就會設計了一個遊戲 就叫做葡萄肝遊戲 葡萄肝遊戲 葡萄肝遊戲 那他就去說 怎樣去吃這個葡萄肝呢 就是首先呢 他就教你了 你要拿起一顆葡萄肝 你就要欣賞一下它的形狀 聞你 欣賞完之後 就要聞一下它的香味 聞完之後 還要放在嘴邊那裡 感受一下它的質感 那感受完之後呢 你就放在嘴邊 就慢慢地咬幾下 就細心地感受 欣賞一下 提子肝會釋出來的質液 那接著呢 釋出了質液之後呢 咬幾十下之後呢 就慢慢吞下來 吞了下來之後 還沒完 就是 吞下去 你從喉嚨到胃 過程的感覺 你都要感受一下 那並不是說 這個遊戲呢 就叫你以後都是這樣吃 提子肝 就是只不過呢 想大家呢 去回復回 大家吃東西的時候 很細心地去 欣賞這些食物 去感恩這些食物 究竟從哪裡來呢 這個食物 好像這個提子肝那樣 他要製肝的時候 那也要有人製肝 有人包裝 有人運送 有人去種植 那種植之間也都會有 好好的環境 氣候給他獎得很好 所以提子肝就很好吃 那所以 我們 這個遊戲 背後帶出來的意思就是 要令到我們 除了 不要有這個 minus eating之外 就是譬如 好像這樣說 令到 大腦和胃 是有連繫了 知道我們吃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吃東西吃太快 就吃多了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們慢慢吃 也是一個 控制體重的其中一個方法 而且是令到我們會重新 懂得 吃回 好像蔡蘭經常說 吃魚有魚味 食材有菜味 這些其實就是 有時候 很快 你都沒有去捏真 你就去吞著肚 你都不知道在吃什麼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挺好的方法 去 大家不妨可以 待會吃飯 又可以試一下 當然不是說 叫你吃一口飯 要咬幾十下 或者吃五分鐘 你可以慢慢地吃 慢慢地欣賞 還有靜靜地自己去吃 另外 另外有一些 比較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位叫做 南雲吉醫師 他就很強調 就是一天吃一頓 那他自己有什麼奇蹟呢 健康的奇蹟 你看到 左邊 他的樣子 和右邊的樣子 是反過來的 剛剛 左邊那個是37歲 右邊那個是57歲 是同一個人 那他就是 這十幾二十年來做了什麼呢 他是做了一天吃一頓 當然他還有測血管年齡 骨質年齡 他全部都是二十幾三十幾歲 相對健康很多 但是大家會說 所以他證明了一點就是 其實食素 都不是沒有營養的 只是你吃得不夠 或者吃得簡陋 才沒有營養 他裡面就有提到 好了 他用了一些動物的實驗 證實 減少四成的食量 可以延長壽命 1.5倍 當然這個 不是一個很大的實驗 是他用了一部分 譬如用了一些 星星 用了一些兔子 做了一些實驗 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都有用 但是因為 始終這個實驗人 壽命很長 未必可以真的做到 實際 1.5倍 但是也跟這個 中醫的理論都很近似 因為中醫 經常都說 我們要養生 就是要有三分肌餓 和三分寒冷 我們永遠都不好吃 那麼飽 那麼暖 其實都應用回到這裡 就是 我們減少食量 反而 令到我們的毛髮漂亮 看起來年輕 原因就是 因為他裡面 有一個叫做生長力基因 就是要在 飢餓和寒冷的情況下 才可以發揮到作用 如果我們經常都 吃太飽 反而就令到自己身體容易老化 和免疫力下降 其實呢 跟我學這個 RAWFOOD 都很吻合的 因為RAWFOOD 他們強調他們自己吃的食物 因為是對身體比較沒有負擔 很容易吸收 像剛才那個果菜老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食物 RAWFOOD來說 因為這些是 沒有經過那麼精濟 沒有那麼多加工 我們身體容易吸收的情況下 身體不需要去用很多能量去消化 因為平時我們吃太多的零食 或者一些精製食物 都要用身體很多的能量去消化 那變成 譬如我們 假設有傷口 或者有一些內臟器官受損了 我們要修補 我們都要用到身體很多能量 但是就是因為平時我們都吃很多東西 我們還要吃宵夜 我們夜晚晚 都還要吃很飽 我們身體就會用了很多的能量 去招呼那些食物 去消化它 就沒有了額外的能量 去緩服 譬如 你 假設你的手戒損了 如果你試一下 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或者是多吃一些 吃生 反而你的傷口會快好了 或者是你某一些 為什麼有些人 甚至乎 頭髮少 那些人 吃了生之後 頭髮都會多了 這個未必是一個真真正正的科學根據 但是真的有人會有這樣的經歷 其實都是形容在這裡 都是通的 就是因為 它沒有吃那麼飽 沒有穿那麼困 就是 常常都會刺激到你的身體 在一個 比較 因為人就是這樣 要訓練 你經常都要訓練它 它就會 它會有一個生長的基因會生長出來 所以呢 它也有說 你未必一定是一天吃一頓的 你可以一天吃兩頓 你可以譬如 不吃晚上的一頓 甚至乎 嘗試不吃早餐都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吃那麼多 但是它一頓裡面都不是說我純粹只是一頓的 其餐與餐之間 或者是 餐前 它都會吃一些蔬菜水果 就是你真的很 肚餓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捱餓的 那你就 可以吃這些 小小果仁 或者蔬菜水果 還有主張呢 不肚餓的時候 就不要吃東西了 就不是說我定時我就要吃 12點我就要吃飯 6點我就要吃飯 那你不肚餓就不要吃 這是它的觀點 還有呢 有一種很有趣的就是 你要享受 自己的肚子發出的鼓鼓聲 就是肚餓的時候 肚打鼓 這個我自己親身試過 你其實轉一轉念就可以了 你跟自己說 你發出鼓鼓聲就是 你的長壽基因開始出現了 它的作用就是 修補你身體破壞的部分 還有比你更年輕健康 你有這樣的想法 你就差很遠了 當你有鼓鼓聲的時候 你就會很享受那一刻 你就會很喜歡 快點多點來 這個鼓鼓聲 沒問題的 你來多點 我還年輕多點 其實你有這樣的想法 你就很容易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有些人說 不行啊 我真的餓到 手軟腳軟 沒有力會暈的 我自己也有體驗過 當你吃多了 剛才我所說的健康食物 就是不要吃那麼多精濟的東西 你的血糖上落就沒有那麼大的 例如你吃飯 就多加一些糙米飯 或者紅米 不要只吃白米 不要吃太多高糖分的東西 那你血糖沒有升降得那麼密 因為胰島素 你為什麼會容易肚餓 就是因為你吃一些血糖 令到你血糖容易升降的東西 你胰島素出來 它會幫你消化了那些血糖 那跟著它消化完之後 它不會一下子散掉的嘛 那胰島素 它都還在那裡 那如果它還在那裡的時候 它就會跟你的大腦說 你要給一些東西 我繼續去消化 繼續吃 那它就會影響你的腦 繼續告訴你 你要再吃東西 那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你不停吃一些高 即是叫升糖指數 高升糖指數的東西 然後你又會容易肚餓 你又不停地吃 那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那所以反而你吃多一些 低升糖指數的東西 變成 你當你肚餓的時候 相對起來都沒有那麼肚餓 如果對於我來說 我肚餓那時候 反而是小小餓 不會說很大聲鼓鼓聲 然後說很辛苦 沒有了這回事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那接著呢 就到 靈性的層面 那就到 生命了 生存 生活都講完了 那生命來說呢 其實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個 覺得比較 容易一些理解的看法 那身體呢 是好像一間屋 那樣或者一個廟宇 那樣 就令到自己 靈魂去安住 因為大家如果是 信佛的 或者有宗教的 都知道靈魂是 不生不滅的 即是不停有輪迴 所以才有六度輪迴 那我們身體 如果好像是汽車呢 靈魂就好像是駕駛員 或者如果你是一部手機 靈魂就是一個電話號碼 那你靈魂呢 你需要開啟你的良知良能 那什麼叫良知良能呢 以我的理解就是 要有文明的智慧 以及要有文明的行為 那我們很多 一般的人 通常都是在沉睡著 包括我自己 都是在沉睡著 那沉睡是 什麼為之沉睡呢 不是說我在這裡睡著 就是沉睡 就是在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就是很多時候都會問 我在哪裡 我要去哪裡 我是誰 根本不知道自己 是什麼狀態 在做什麼 那變了很多時候 就是做了很多 一些不文明的事情出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有時候新聞看到很多 我今天為什麼會自己 就是媽媽會結束了自己 兒子的生命 會有些殺了自己的老婆 好像前陣子有個大學教授 又會勒死了自己的老婆 就會有這些 這些行為出來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 要覺醒呢 我們覺醒就是 知道自己是 做什麼 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己有什麼使命 所以下面 紅色這一段字 我自己都覺得很認同 就是什麼叫做生命 就是生生不息的使命 叫做生命 那對於好像我來說 我自己就是有一個人生的使命 就是要推廣素食 推廣文明的行為 文明的知識 那不停你會去 天天都會知道自己 要做些什麼 就是你不會說 我今天起床就不知道 究竟我今天要做些什麼 甚至乎明天要做些什麼 我天天都知道我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 好像我 我昨天就 或者前幾天就要準備 今天來這裡做講座 那我又要 去做這個 準備這個power point 準備知道要自己怎麼說 因為其實 講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有時候 雖然未必 每個人都適合 但是總有 就算有一個人 可以聽完 有一點改變 我都很願意去講 甚至乎 好像我 我平時 如果大家有上網看 我拍的素食教學片 那其實那些片 全部都是 我公餘的時間去做的 我 譬如下場那些 三點至六點那些時候 很多人就去休息 但是我就去拍這些教學片 那並不是說我是想出名而去拍的 我自己的心念就是希望 可以把我認識的東西和大家分享 那所以更累 我都會 用我的時間去精力去做這件事 那覺醒 也不是等於開午 因為離開午 還有很遠的 就是說佛陀那些就叫做開午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起點 那我們早上起床 我們起點通常就是 鬧鐘 因為我們要起床 我們有鬧鐘就起床 那靈魂的覺醒 從哪裡來呢 怎樣去覺醒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要靠 吃素開始 因為 吃素 好像剛才都說 連帶了身心靈的影響 因為我們如果吃了很多 污族的能量 它會屏蔽著我們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行為 會做一些不好的行為 所以 就算吃素 都不是說這個行為本身 是因為 我想吃素 我願意吃素 我選擇吃素 背後裏面有的慈悲心 平等心 黑忌心 這些心 就令到我們去覺醒 那 說了這麼多這些道理方面 都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科學的知識 那這些都是 有個法國的專家 就去研究一些食物 含有的能量 那都看到 如果要人健康呢 至少都要有6500個能量 就會令到人身體健康 那見到 有6500至1萬能量 就是講一些新鮮的蔬菜 水果 果仁種子 其實這些一看就知道 一些健康的食物 那去到3000至6500能量的呢 就是 熟食 牛奶 雞蛋 蜂蜜 這些就是 你見到 你見到 維持身體健康 最少都有6500 那這裡都是3000至6500 那其實它都是一般般的 那去到第三和第四類 就不用說了 就是一些 加工的食物 一些熟的肉類 人造的牛油 白砂糖 酒精 那 在能量層面來說 這些就是 比較對於我們健康 沒有那麼好的 那它怎麼測出來的呢 它就是用 這些光譜來測的 那你見到 左邊 左邊就是一些熟了的蕃茄 和熟了的西蘭花 那你見到它的光其實都比較暗 那右邊就是生的 那你見到 它們發出很強的光芒 就是代表 其實生的東西就是 多些能量在裡面 那我們 為什麼經常鼓勵大家多吃生呢 就是這樣 那當然 吃生都是 好像吃素一樣要學 不是我 就這樣 將西蘭花 就這樣咬就行了 因為其實不好吃 那你說吃蔬菜水果 吃一般好像 車尼茄都可以接受 你說吃生的西蘭花 你能不能接受 一般人能不能接受 那所以吃都要有方法 那方法 其實我 現在 都不停在上網 有分享這個 肉食的 那我和佛門網合作 就拍了一系列的 肉食系列 那大約兩個星期左右 會上載一條影片 那最近就上載了一個 叫做水克菲爾的飲品 是一個益生菌的飲品 都不錯的 大家都可以上這個 佛門網看看 或者我那個 Facebook專頁去看看 那這個另外就是 一個德國的科學家去研究 一些人是吃些什麼 能量場又會高一些呢 那你見到很高的 有個十二萬的那個 就是說的是 經常都斷食 是吃些野生 有機的東西 就是吃野生的蔬菜水果 比較多 那能量反而 越吃得少 好像這個右邊的圖 越吃得少 能量反而會越高 它跟大自然的連繫更越高 那去到八萬四那個 就是吃生的人 就是不會加熱超過四十度 吃多一點吃天然有機的東西 都不少的 那去到兩萬六 就是吃素的人 那你看到了 一千個能量場那個就是 值得可以給大家去想一下 反思一下 差很遠的 那能量場 一千和兩萬六 就是在說吃素的和不吃素的 那個能量場是差很遠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吸收了很多負的能量 所以剛才 一路連帶下來的東西都是通的 就是為什麼說 我很強調 食動物性的製品或者食物 就是吸收了一些負能量 就相對令到自己的能量場都會低了 那這張圖都是說 如果說 你有不同的想法 思考 思維 都會有不同的能量 那當然你 比較喜悅 有愛 開悟 和平 這些就是高能量 你開始有一些恐懼 憎恨 那些能量就低了 那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 就好像 說回在飲食的層面那裡 大家有沒有試過去一些 餐廳吃東西呢 尤其是逢星期三、六 就會那個質素比較不穩定 去茶餐廳吃東西 就是因為你 就是跑馬 跑馬那些 那些師傅 有時候跑輸了馬 就 我也見過了 就心情不是很好 或者他們會很專注 在跑馬方面 就是賭錢 那當他們輸了的時候 他們就會 心情通常都不太好 誰會輸錢會開心 那你煮出來的東西 都會覺得質素很不穩定 會比較 沒有那麼好吃一點 那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那 好像為什麼經常都說 媽媽 煲的湯特別好喝 媽媽煮的東西特別好吃 就是因為 他的想法很不同 他的思想 因為你煮給你的愛人吃 煮給你關心的人吃 你的心念就是 我會煮最好的東西給他吃 最有營養的東西給他吃 你有這樣的心念 就會影響到 那個食物 那個 那個 好不好味 甚至乎你吃的人都會感受到 那又正如 好像 這個叫做水資的答案 其實就是一個叫做 江本聖博士做的一個實驗 是一個日本的博士 他就說人的能量是可以影響到水的分子的結晶的 就好像 左上角那樣 有些 你說的 感謝啊 我愛你啊 這些 甚至乎 好像右下角那樣 我給他一首詩去聽 水的結晶都會很漂亮的 那 好像 後面那樣 我給一些 不好的 disco 不要說disco 或者說一些不好的音樂 或者 說一些不好的說話給水聽 那個水結晶是結不了的 就是結得不好的 那好像左邊 這個就是一般的水 就沒有任何 給一些心念 給他改變的 那 祝福了他之後 咦 又會有些改變的 那 這個實驗 大家都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因為都 有很多 因為這個都講 幾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講的 這個實驗 那大家都可以上網看 其實他就是想帶出 人的心念是可以影響到很多東西 因為好像水的分子 因為人體裡面有八成都是水 甚至乎很多 世家萬物 蔬菜水果 所有東西 都是水的結構 水的分子去組成 那所以 我們人心念去想 些什麼就會很影響到 好像 佛堂很流行 這個叫大悲水 那其實 什麼叫大悲水 其實都是 有很多師傅去 去 做一些 祝福 大眾很多的祝福 去 令到水有一個共振 有一些好的結晶 好的祝福 我們喝下去 也會有好的能量 這樣的意思 好了 那也到最後 再做個總結 所以 食素 我們要明理 如果我們食素 不明理 就好像牛吃草 那 素食也是 了解身心靈的第一步 所以我們身體要守戒 就是我們 不要吃肉 我們殺到人往走 不要做 那我們的心 才可以慢慢定下來 因為我們沒有做這些 虧心事 那我們定下來 我們慢慢的智慧才會生出來 那我們能量 我們需要在哪裡提升呢 我們是不需要在外在 找些什麼 做些什麼驚天 壯舉的事 我們只需要我們每一餐 我們的口開始 我們從廚房開始去做 我們慢慢 知道 所以為什麼 我會成立了素食教主的專業呢 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多些 怎樣去煮素食 怎樣去食素 為什麼今天我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去明白多些 我們怎樣吃 食素背後有什麼理論 甚至乎 可能大家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這個環保 素食和環保 素食和 像今天一樣 身心靈 有什麼關係 跟大家分享多些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 有一句言語 就是 讓心靈與自然同美 用行動為人性增揮 這是一句很好的解語 亦都 讓大家去反思一下 去想一想 那我今天分享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訂閱 按照 行動 按照 按照